新街國小棒球隊在暑假期間 球員教練依然努力不懈 先後參加許多全國性的賽事 獲得多項優秀的成績 校方及家長會特地舉辦慶功宴 鼓勵小球員繼續努力 一元勇打對於線內棒球運動的發展特別用心 一元表示 我們今天在民間一家參觀 是新街國小去打到吉島杯 得到好名次回來的慶功宴 我們新街國小的棒球隊非常優秀 在我們國家的努力之下 尤其我們家長會 跟著我們姐姐在棒球這裡的先進 大家共同來跟他們收聽 讓我們新街國小今天有這個性質 不但是我們的中隊現在也非常完善 可以說是南投線棒運授棒的一大里程碑 新街國小未發展基層棒球 校房特別監製完善的球場及相關設施 校長對於學生的表現表示肯定 也肯定棒球運動對於學生的證明贏下 小棒球隊在何教練跟另外兩位張子玲 紀俊玲教練的帶領下 我們都一直很努力在培訓小朋友 基本的這些能力 那整個暑假都一直在集訓 那也舉辦了兩次的棒球下令營 那也盡量參加對外的一些比賽 但是我想小朋友重要的不是在於比賽的成績 而是在於他們那種奮戰不懈努力 表現最好一面的這個精神 這個才是一個棒球隊團結合作 最重要要培養的一個品格 議員表示南投線有許多優秀的選手 相關單位要注重加強基層體育的相關建設 對於新街國小的優秀表現表示支持與肯定 在暑假這個中間 我們的教練跟我們的老師跟校長跟我們的家長 大家也是都不孝勤 繼續去南北征戰 尤其在暑假這個中間 還有去打到我們的豬肉杯 跟到我們的長勝杯跟紅葉杯 這都是非常有名的杯子 所以說也都得到真正好的名字回來 所以說我們棒球運動可以說是非常的蓬勃 就少棒開始 以來先接到我們的國中高中 這都是我們的線內棒球運動的一種發展史 所以說這我們特別要來把他們關心加強 同時宏達也是南投官棒球委員會主任委員 同時也是要來把我們的小選手們來加油 體育運動培養學生的體魄及精神 透過體育教育 學生能夠更加了解團隊合作努力不懈的重要性 相關單位應該更加注重基層體育發展 為線內體育教育奠定更加的基石 米群簡易分享志凱 民間採訪報導 一定是我們的資格 民視益 什麼 我們有可能會現在成為 我們能夠